Hello 這次延續前一則長篇文排版字 套用字笛的樣式 看一下延續前一則的補充項目 看一下 之前整理的一個文字稿 這是長篇文字 套用字笛的樣式的概念 那此則的範例就是一大號字 之後呢進行套用 完成之後一面點選範圍套用的意思 那有缺點呢 人可以彌補未套用時的不足 就是人事有燒款 那缺點的話 當然就是跟未打之前一面打字 一面套用 還是稍賣一點 但是人事一樣可以彌補未套用的不足 這是他的優點還有缺點 那理論上呢 SOP是要未打之前 以打好字之後的一個比較的概念 OK 好 好 那 因為剛才已經完成了一個 他用自訂樣式的流程 那再次的 加強其他的一個補充說明 比如說呢 看一下 這個範例 這個是 看一下 這是原始自訂樣式的一個範例 連續前者 好 常用樣式 可以這樣 好 呈現一個樣式這個 長方框 然後呢 這邊一個管理樣式 然後呢 呈現管理樣式的一個編輯 這個預設區塊 好 我來加強一下這個 最底下 預設是指在磁文件 那 假設是依據磁範本建立的新文件 它的含義是什麼 那 伊老師意思是說 有些公司是印信的規定是 要 標凱體 然後 一律都是要16 的一個大小 所以呢 就要在這邊點選一下 依據磁範本建立 就是設定完之後 然後依據磁範本建立 那以後打出來的話 就是16標凱體的意思 它們 跟旁邊這個指在磁文件的差異 限在這裡 那當然這種情境比較爽 但是還是有 還是有一些 公司有印信規定 所以了解一下它的概念 那一般而言都是在指在磁文件 OK 好 這是一個加強概念的題 好 OK 以上 是 長片門拍板4 他用自立營樣式的補充說明 8-6 不許用力 好 記得事務操作 我終於出錯 所以一定要事務操作 而且熟練它的一個概念 OK 好 以上 待續